这里面有东西 使劲好挖 都还没来得及用 看一下没有被火烧过 传说神仙所建的洞穴你见过吗 这是乌江源头的化无鸡 一条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徒步路线 全程超过了5公里 比起探洞 这条道路更加的惊心动魄 上下有如刀削腐皮般的悬崖绝壁 最窄处只有20公分 走在上面一路肾上线飙升 但是在探险者面前 都显得那么的无所畏惧 从悬崖到陆地 从洞穴到水下 都有那么一群人勇敢前行 将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风景和动植物一一呈现 我们这一路发现了很多古代的建筑群 也发现了很多古老的洞穴和寨子 这也是我们此次探浅的最终目的 听说在平洋区打造三个巴的人 都会一路发达 你也来试试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洞 据当地的传言说是神仙所造 又有传言说是当年徐福横渡乌江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留下的洞穴 这个洞在什么位置呢 在那边 都有可能是没有打算 那边 他不觉得等于是神仙所造 还有人中有什么 这次异谈黑心 就天使是神仙所在 是神仙所在的 你心里有什么 这次有什么 这是神仙所在 当年御主乱的 所以正常是神仙所在 都能确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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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人家所说的一丝 足成千古恨就是这种道路了 给你们看一下顶上的这个崖壁 前面的道路呢 又要进入这个树林里面了 下面的视野在这个地方那视野是比较开阔了 看一下 非常高的悬崖 从顶上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从顶上下来我估计有200 200来米200来米200米的悬空 这个你看还有人把这个地方用这个树子绣了围栏 这应该就是围住房子人掉下去的 但是这种石灰岩你看它会风化 有的时候会引起大风就是这种现象 从早上走到现在好几个小时了 受不了了 全部在这里休息一下 喝点水 看一下我们来到这边呢 这边是一片树林 然后路倒是没有那边危险 在这个位置呢 还发现有人在这个地方买了一个 有一个坟 不知道是谁家 把坟买到这个半泉岩上面来了 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是徒步了 不像碳洞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发现了一些金线连 这个应该是金线连吧 看一下 这个东西 现在是保护植物 这个上面应该有很多 洞就在那个位置 来到这个悬崖底下呢 发现了 有古人在这个地方修建的石屋 这个是古人在这个地方修的一个房间 明显能看得到 在这个悬崖底下 是一个房间 是的 看一下这些都是 这上面还有 这里也有一个房间 这个地方呢 明显生过火 这片崖底已经 出的乌漆抹黑的 然后上面这个洞呢 在顶上看一下 原来是打这种木桩上去的 这种木桩 一层打上去 看一下 还是有点高 有二三十米高 我们就佩服古人的这种胆量和胆识 从这边上来以后呢 看一下它很多 所以说我说它这个寨子的规模 它这个寨子基本上都是 以在这个悬崖底下为主 你看这里又有一个房间 咱们接着上来以后呢 发现了这边 到处都是 上面那个地方也有房间 来到这里呢 这里有一格 这一格房间是最大的一格 看一下 最大的一格也是修的最好的一格吧 这个也是一格房间 所以它这个寨子的集中 基本上是在这个悬崖底下 看一下我们从那个对面 那个悬崖 那个牙嘴的那个还要过去 从那个牙嘴过去那边 徒步过来的 这条线呢 非常是精心动魄 走在上面的话 肾上线素飙升的那种 因为从下面比较高呢 我们现在采用 从第二层这个地方准备开线上去 从这个地方上去呢 大概打个六七个锚点 就能够到洞口了 我们今天呢 经过几个小时的赶路 又加上一个多小时的开线呢 现在终于到达了这个 这个洞的洞口 看一下 底下就是化物机 好宽的水面 进来以后呢 这些感觉明显是有人居住的 看一下 这个石板有人 在这里铺设的一些石板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 原来这个地方有一个火 然后在我的右边呢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灶台 这个灶台呢 看来打的这个位置都还没来得及用 看一下没有被火烧过 前面这个石墙 还是比较不错的 很大的防御公式 看一下 然后这些呢还有一些坑 这个整个洞穴里面 嗯 这里这个洞里面还长门洞 看一下 哦 这个这个门洞 挺大的 在这个洞穴里面 长得有很大的门洞 这边有一条洞道 这里有一条洞道 很小这个洞道 但是啊 这个好小的洞道 哦这个一直趴着进去 你们有没有进去 咱们先走大的看一下 这边 右边这个看一下 嗯 哎呀 这个也不大 要趴着过 哦 进来以后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啊 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到这里没洞啊 看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咱们又走 走那个 左边那条洞道 再继续看一下 它这个原来 在这个上面的话 长个 长个十来个人 二三十个人 应该没什么问题 其实空间还是蛮大的 上来以后 住个一两家两三家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里有一个隔断 进来以后呢 这边好像有一个 又是一个大的一个空间 哎 看一下 这个 这个里面呢 我估计是 原来取水的时候用的 因为这个地方有 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 有取水用的东西 看一下 整个东西 空间 不说很大吧 没有洞 没有洞 这个地方上地也没有洞 没有洞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哦 冲鲁石啊 有点好看 差不多这个洞道呢 就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 整个洞道 三个洞厅架在一起呢 大概有个 一百来个平方的样子 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 在对面 在对面就是那个画武基的绳子 绳子 绳子牙 然后那边属于前夕的交界 在对面的 正对面的 这个牙壁呢 是属于清正 属于贵阳市的管辖 然后在这一边 在我们的 右手 这一边呢 它是属于资金 资金线管 所以这个地方是 一合插三线的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非常漂亮 经过一天的天心万苦呢 咱们 这上面这个洞呢 中也探明了 里面呢 没多宽 三个厅加起来可能有 七八十个平方吧 一两家人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呢 跑个还在上面拆线 等到拆完线下来呢 我们就打到回复 在这个悬崖上呢 我们现在再往回的路上走的时候 发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城堡 看一下 它这个石墙足处有三米厚啊 然后顶上 在那个半圈牙当中 看到没有 那个位置 还有一道很大的一道城墙 真不知道原来这个古人是怎么上去的 这个位置看得很高 比我们之前上那个还要高 这个可能有五十多米啊